出征加油,这一刻我们都是中国队 为中国队加油,肖战携手全民助力奥运梦想 无论是奥运赛场还是生活场 愿要强出征的中国队都能携梦凯旋,尽兴而归 近日,备受瞩目的2024年巴黎奥运会即将开幕 中国队再次迎来了备战的关键时刻 每一个赛场上的精彩瞬间都凝聚了无数运动员的汗水与拼搏 为了这一刻,他们日复一日的训练 只为在奥运赛场上为国争光 面对即将到来的挑战,全民热情高涨 纷纷为中国队加油助威 而在这股助力浪潮中,著名演员肖战也不甘示弱 积极加入到为中国队那喊助威的行列中 肖战,用行动诠释热爱与支持 作为当今娱乐圈炙手可热的青年演员 肖战不仅以出色的演技和俊朗的外形赢得了无数粉丝的喜爱 更以他积极向上的形象和热爱体育的精神感染着更多的人 为了表达对中国队的支持 肖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为中国队加油的视频 视频中他身穿中国队的红色队服 手持国旗 满怀激情的为运动员们加油打气 肖战在视频中说到 每一个奥运健儿都是我们的骄傲 无论结果如何 你们都是最棒的 我们会一直为你们加油 一直陪伴你们左右 愿你们在赛场上尽情挥洒汗水 实现自己的梦想 凯旋而归 双引号 这一视频发布后 立即引起了广大粉丝的热烈反响 纷纷在评论区留言表示 是对中国队的支持和对肖战的赞赏 很多粉丝表示 肖战的这一举动不仅展示了他作为公众人物的社会责任感 也进一步拉近了他与粉丝之间的距离 全民助力 中国队的强大后盾 随着奥运会的临近 除了肖战 越来越多的明星和公众人物都加入到了为中国队加油助威的行列中 无论是通过视频 还是通过社交媒体上的文字 他们用各种方式表达着对中国队的支持和期待 而这股全民助力的力量 正是中国队在奥运赛场上不断前进的不节动力 不仅如此 普通民众也通过各种方式为中国队加油助威 许多家庭在家中挂上了中国队的旗帜 孩子们在学校里组织了为奥运健而加油的活动 社区里也举行了各种为中国队加油的活动 大家用自己的方式传递着对中国队的支持和祝福 在奥运会这样一个全球瞩目的舞台上 每一个运动员的努力和拼搏都值得被记住 而无论是赛场上的精彩表现 还是赛场外的无私助力 都是我们共同的荣耀 愿中国队在这次奥运会上 能够携梦凯旋 尽兴而归 和肖战一起 为中国队加油 根据奥林匹克官方网站报道 包括钢琴演奏家朗朗和知名演员 歌手王一博在内 许多国际知名的艺术家 商界精英将参加2024年巴黎奥运会火炬传递活动 著名钢琴演奏家朗朗 知名演员歌手王一博 以及恒元祥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陈中伟 以及安踏集团董事会主席丁彻中 将于7月14日至15日参与 巴黎奥运会火炬传递 7月14日也是法国国庆日 对于法国各地数百万民众而言 这是一个欢庆的日子 被称为巴士抵日 5月8日 奥运火炬已经抵达马赛 随后在法国国内进行了传递 共划分为68个段落 奥运火炬将于7月14日抵达巴黎后 开始最后一站的传递工作 7月14日在巴黎进行的第一位奥运火炬传递者 是法国足球传奇超级明星蒂埃里 亨利、朗朗、陈中伟和王一博也将参与14日的火炬传递活动 王一博将在晚上10时49分接过火炬并继续传递 每位火炬传递者的传递距离为200米 平均前进速度为4公里每小时 7年虐恋中结果 赵丽颖这次终于给粉丝一个交代了吧 在时光的长河里 有些故事如同陈年老九 月酒月醇厚 而赵丽颖与某角色的情缘 便是那谈风存了七载的佳酿 终于在这个春日里 缓缓起风 香气四溢 让万千粉丝沉醉不已 想象一下 七年的光阴 足以让一棵幼苗长成参天大树 足以让一段青涩的情感魔力成不朽的传奇 而赵丽颖 这位娱乐圈中的璀璨星辰 用她的坚韧与执着 为这段虐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这一次 她不仅仅是在荧幕上演绎了一段传奇 更是用实际行动 给了所有等待与支持的粉丝 一个最温柔的回应 故事始于一场不经意的邂逅 在那个光影交错的瞬间 赵丽颖与角色仿佛命中注定般相遇 七年里 她时而化身为坚韧不拔的女战士 独自面对风雨 时而又成为温婉可人的家人 在爱情中浮沉 每一次的演绎 都是她对角色深刻的礼节与情感的倾注 也是对观众无声的承诺她 从未放弃过对完美的追求 而今 随着新作的播出 赵丽颖再次以全新的姿态出现在众人面前 这一次 她不再是那个默默承受苦楚的女子 而是化身成为某某传中的女主角 用她的智慧与勇气 书写了一段跨越时空的绝美恋歌 剧中的她 时而俏皮灵动 与男主角斗嘴嬉戏 让人忍俊不禁 时而深情款款 眼神中流露出对爱情的渴望与执着 让人动容不已 赵丽颖在拍摄过程中 展现出来的敬业精神令人十分钦佩 她不具高难度的打戏 始终坚持亲自上阵 即便在腰部受伤复发时 也从未表现出任何怨言 在花絮中 她轻盈地在空中翻转 手中的花枪仿佛有了生命般 在空中划出一道道绚丽的弧线 那一刻 她仿佛真的成为了剧中那位无所不能的女将军 用她的坚韧与毅力征服了所有的困难与挑战 粉丝们常说 每一次赵丽颖的出现都是给她们的最好礼物 而这一次 她不仅展现了精彩绝伦的演技 更通过自己的故事告诉我们 无论经历多少风雨 只要心中有梦想 就会有前行的道路 七年的虐恋 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赵丽颖用她的努力和坚持为自己和粉丝们写下了一篇满意的答卷 在这个充满变数的世界里 能够有这样一位演员 用她的作品和人格魅力给我们带来力量和勇气 实在是一件难得的事情 让我们共同期待赵丽颖在未来的日子里 继续展现她的光彩 为我们带来更多感人至深的故事和角色 因为对她而言 每一次的出发